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怀尔街速递》 我是陈重伟 今天的嘉宾有Eddie和Henry 先和大家看看美国星期二表现 三大指数齐升 道指收报35116点 升278点 标普指数收市报4423点升36点 纳指收市报14761点升80点 和大家看看美股早段的表现 道指报34903点跌213点 标普500指数报4405点跌17点 先来看看美国新公布的数据 ATP就业报告 美国7月的ATP私人企业职位增加33万个 远较预期的65万个小 而今个星期市场也一直观望 会在星期五公布的飞龙就业数据 想问Henry 虽然ATP就业数据 比看作是一个飞龙的风标向 但也有过一些分歧非常大的情况 ATP的就业数据明显差过预期 对飞龙数据的预期你又怎么看呢 大家要看一看虽然ATP的数据 我们俗称叫小飞龙 但是以往其实数字上面 由于两个统计方法都很不同的 特别是ATP主要是一个 我们叫做私人企业的就业状况 所以如果你说你这样去看 未来星期五的非农业新增职位的数字 一定不行 我想大家就要想一想 都是言之上早的 所以今天其实你看到 你说整个股市的反应 甚至债件市场来说 又未至于说真的看到 很明显因为这个数据 而出现一个大方向走出来 是跌回一些的了 但是你说那个影响性是否这么厉害 我想还要观察一下 以及以往我们看回 如果你说近几个月的状况 ATP的数据都比较反覆一点 所以又不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方向走出来的时候 我想市场一到星期五 就会看了另一个数据 就当不忘记做这件事了 Eddy 你又怎样觉得呢 始终我想浪范的重用性 远远高过ADP 正如你所说 ADP其实都经常出现的情况 就是跟浪范有多大的差距 在那里 甚至就是预期可能的落差都会有很大 有时都会出现 ADP可能大幅差一个预期 出到最后浪范会做得起呢 所以变成大家在看的 感觉上都是留意着星期五 浪范做个部署的甚至乎 就是某个浪范 是不是真的可以来做两个月 那个80万以上呢 这个对于整个美国的股市场 我觉得相对比较具有一个差量的考证 我单独看ADP 我觉得这个数据上比较便宜 当然了 你见到今天市场轻轻有一个反应 我想我程度上都是近期 其实你见到息息太多了 突然之间出到来 ADP好像比预期差 大家就立刻将它无限放大 想着会不会整个市场都会是差的 担心美国经济的 但是大家不要排除的事情 就是说 美国上午开市的时候 大家就担心 因为ADP差了 可能经济增加了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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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回来可能会炒 就是说因为ADP差了 路动市场完全未恢复 联储局可能被逼要时加息 可能市场又会有一段身份都不定 所以也要看看 市场炒的时候 拿什么消息去炒 所以大家去看 客观上经济数据去看 我只想留意星期五的数字比较重 好 看看东亚银行的分析报告指 展望的第三季以美股为主族 股市仍将于优于债市 而板块方面新旧经济的分类 会被高低估值取代 环球股市倾向均值回归 最近近期你说环球的风险事件 我们看到Delta的变种病毒 也确是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开始肆虐 但是债息也都看到它 试过近期的低位1.2厘以下 但是如果你说相对于到年底来说 Delta病毒我想也有个周期的 不会说无限量的影响着大市的表现 所以风险资产也这么说 就算有Delta病毒也好 我们看到COVID里面的疫情 对于大家特别看死亡率的数字 其实反而已经有一个控制下来 所以对于股市来说 我始终觉得特别是经济敏感的股份 去到较后期 可能是一两个月后 始终会有回升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股市的回报的力度 又或者即刻的憧憬 依然是优于债市 至于债市方面来说 只是适合一些比较稳定的投资者 但是你说的回报方面来说 其实就未必说真的那么吸引 Eddie有没有什么投资的建议 可以给到一些普通的投资者呢 简单地说 你说股市和债市相比较吸引一点 一般我们看出 看earnings要比较债市的债息 你将股市的市盈率做一个倒数 你会计算出来 现在的收益率为多少 当然债市场的低企 其实都令到股市一直被债市 都是来得吸引的 但是我想这方面 就是说一些保守型的债券为主 你说如果对于投资者 真是进取一点的 你见到很多这一排的高收益债券 其实他们的表现 其实近乎比较差 因为他们的供应性都多 表现非常之差 也就是以来说收益率 其实来得更加吸引 所以你如果拿差投资级别的债券 比较的话 其实它对股市可能吸引度是相弱的 但是当然了 你说真的主要投资出贷工业国 那它是实际市场的债券 那你说欧洲人是负要的情况 其实相对之下 债市的吸引力也不是那么高 但是我也不会建议投资者 完全不投资任何债券的部分 因为始终债券的部分 当市场真的有风险事件 甚至股市比较波动的时候 的确实是可以帮助组合 有很稳定的作用 所以变成了 虽然股市我们会叫做中股票轻债券 但也是轻债券 就不是说完全不投资来债券 这方面就是投资组合部署的时候 要留意的地方 好 再来关注一下欧元区的数据 欧元区7月综合PMI中值为60.2 而服务业PMI中值为59.8 虽然都略差过预期 但是自2006年6月以来的最高成 想问Henry 虽然刚刚提到 说Delta的变种令到复苏的前景未明 但是经济复苏的 你觉得是否依然是向好的呢 如果你说向好的方向就没有变的 只不过就可能恢复的百分比 就比原先较为做得慢一点 还有可能要经济完全恢复 甚至国与国之间是完全一个 我们叫国际性的一个通关 就比较久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中观出口的数字 甚至大家的消费信心 其实都已经恢复了一大截了 只不过就是现阶段的问题是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动力 是否可以保持持续的 这方面对于欧洲的状况 甚至是欧元的前景看法上来说 也都会是一个最关键的状态 暂时来说 欧洲的看法上 你看到PMI数字都做得真的挺漂亮的 很明显的信心是恢复的了 只不过就是相应来说 你说欧洲要去到一个 我们叫收水的部分 如果说相较于美国来说 它可能会来得比较迟一点 所以就真是 这次唯有都是继续看着 那个变种病毒怎么去演绎呢 也都见到一些经济大国 譬如德国来说 前几段都经历过水灾的 之后其实那个恢复状况是怎么样呢 大家也都在观察着的 所以要看的东西都相当之多的 暂时来说 你问我方向上 它是恢复的 不过的确是慢了一些的 这个速度上 投资者也都等待 这个星期关键的非农售业数据公布 以及美国债市提供的方向 而市场也都认为 欧洲央行会继续维持低利率 以支持经济复苏的 欧元区公债近期有所回落 其中德国十年期国债 跌至今年 至今年以来 2月以来的相对低位 其他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债息 也都回落1至2个基点 想问Eddie 之后欧元区主要的国家债息 你倾向觉得会继续维持低位徘徊 还是在关键数据公布之后 会有较大的机会回升呢 我想重点就是看一下 整个欧元区的通胀 会不会有持续地的上升的情况 欧元区都面对着 与美国相关的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短期的通胀 也许是升温了 但是短期的通胀升温 在欧元区的层面 由于其实大家都预计 整个收伤的报复的东西 都非常远 所以你见到债市 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 刚才你说到德国国债 下跌近-0.5-0.4-0.8 整个欧元区来说 叫做数一数以低 例如主要国家 就是说法国也好 意大利也好 法国是轻微苦 意大利是轻微正的 所以也看到不同欧元区的国家 他们都因应着自己经济的状况 债息其实有不同的变化 你见到色差 意大利和德国相差 差不多到0.9厘 所以我估计 接下来也有个个别国家 他自己因应关自己的经济状况 有个色差的情况出现 综合来说 所以欧元区是低 但是个别国家 其实也见到有一些 是轻微有个证数在 那当然 你说真的相比美国的 欧元区整个所谓的利率 向上调收水的条件 相对比较差 所以大家都不会预计 欧元区有这么快 有个收水的情况 甚至是黄云有个对市的情况 所以整个来说之下 当然的 你美国的收水速度 来得会比较快一点 那你去客观看 你去看美元应该对欧元 我自己今末上 你一定是看过一段时间 当然了 始终美汇指数 你都是欧元区 欧元有个接不比较大比重 刚才一开出来 看到一个ATP数字差 那美汇一下子折下去 欧元一下子抄上去 但很快要换回正常 我想短期之内 整个欧元的走势 都会被美汇的大传去走 rather than真的 由欧洲的经济数 去主导 那你又怎样看对于欧元的走势 欧元的走势上来说 始终都会比较繁复一点 因为如果你说 一些叫做重大的利好消息 我们就未真是看到 在美联储的走势 还有近段时间 特别是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就是在美联储那边 未来也有一个Jackson Hole会议 究竟他们对于收取的步伐 那个演绎上来说 究竟是会怎样呢 这个是市场都很惯关注 甚至其实部分的一些分析 也都在估计 就是联储局 终于在这次央行年会里面 讲他们展示他们的收取的步伐 这方面可能会导致到 一些短暂的美金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都不出奇 所以你倒转去看的时候 非美货币 甚至是欧元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接下来就要看一看 本身经济的恢复动力是会怎样的 相应来说 始终欧央行也都没那么快 有那么多条件 除了一些收水的动作 所以如果我这样去比对的时候 欧元的步伐 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强一点的 以往那种强势 可能就要等待一段自然 美国政交会主席根斯勒出席活动的时候 透露 SEC会依据基金监管法规 去审批比特币ETF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将会批准有关的申请 并且对于比特币期货 挂勾的ETF审批持开放的态度 那你觉得更加多的被动资金流入市场 对于比特币未来的走势影响 是否正面呢 应该这么说 真的有比特币相关的ETF 你只能跟我说 就是参与度会高了 因为有很多现在想玩比特币的 投机者也好 投资也好 其实可能仍然都是所谓的一门一无门 那你说真的ETF有相关 它的期货追踪着的 一些ETF你可以在股市里买到的 当然参与者会多了 但是参与者多了 是不是真的对于整个比特币一定是好事呢 这个也不敢说 只能够说的 就是我相信就是说 到时候可能会来得更加之大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近期比特币有一个类似的情况 一升 一升 一跌的时候 雪球这样比例霸弹又大跌 那都可能会出现一个 大家见高的时候就过冲头去追 那是见走的时候就是人踩人的情况 所以合格上来看 真的如果到聚装 SAC真的通过了 也真的有第一个相关ETF 即是上市的 那是不是真的令到 李洛维真的会有一个好的前景呢 我自己看就未必的 但是参与度高了 可能真的令到市场的 波幅有机会变大 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一定是 在范围要留意的地方 那Henry又怎样看这个走势的影响 是不是正面呢 如果你说ETF 真的批了 现在其实美国政监部 都说得明白了 他会面对着一个很严苛的一个审查 即是他是不是这么快真的出现了 那这件事情 就要用后再慢慢去看了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出到那只ETF 冒业短战一定会帮到比特币的走势 始终就算买期货也好 你后面也要有对冲的 所以对于比特币的需求 短暂来说 亦都多了市场参与者的话 一定会是利好的 但在幅度上来说 就很难预计究究竟 因为ETF批了可能会升多3千元 还是怎样呢 很难估计的 我都认同Eddie所说 如果有越多ETF在里面的话 对于比特币的波动性 是真的会增加的 所以这部分 我想大家投资者 真的要留一留意 如果你说参与当中相关 记住一件事 ETF其实是一个衍生工具来的 本身你是不是觉得它一定是这么稳固呢 这部分要慢慢去想回 它的 underlying比特币 在这里是一个很volatile 即波动性是比较大的一种产品 另外我们看到 比特币今天的升幅 都比较明显 可以升到39,000以上 那升超过2.5% Eddie你觉得 之后是否仍然可以继续走高呢 2.5%在比特币的世界 就不是高的 大家都不要忘记 三个月前都在说 挨近6万元 所以现在下来挨近4万元 其实都跌了三分之一 所以你说真的比特币的波幅真的大 那你说是否短线来说 可以容易追踪得到 我正在说 比特币一目都比较难分析 原因就是 很多时候都有很多投机性的资金下去 也都由于这个市场 其实参与度不同真的不大 如果是的话 就不需要有这么多 刚才新的监管的ETF 参与度比较窄 所以其实都比较容易 被人操控着大陆大陆的情况 所以你问我 我永远都这么说 玩得比特币的 都是要小心一点的注码 很难猜测 短期之内 会突然有一个再升的情况 但是根据以往经验的 比特币真的要来升跌的时候 那波幅 绝对不是2.5%那么少 可能随时一万升 一成甚至更加之多 所以变成大家参与的 就要留意 而且预算了一个很大的波幅会出现 嗯 那Hammer 又怎样看来近的比特币的走势呢 比特币的走势 我想来说 暂时要稳定一点的 先前其实都跌得很厉害 因为呢 特别是在中国方面的监管 但是呢 就说由整个Amazon 打算买一些比特币 那它就澄清了 那或者是不同的新闻 搜出来的时候呢 暂时的走势呢 是向好一点的 那始终这个根本的基本因素 那供应呢 就这么多的 那需求其实是上的 那所以你说一个很长线的看法 我就反而是看好比特币的 只不过就是波动性呢 是夸张得太厉害 而且呢 都见到一些流通量呢 就收拾了去某几个地方 那所以呢 所以大家要明白呢 就有点像 好像庄家股那样 看比特币的 那也都因为有这样的特性呢 所以比特币的大上大落 的情况才会这样出现 嗯 明白的 那其实两位对于比特币来说 都觉得是偏向高风险一点 亦都觉得这段时间 未必是一个特别很好的声势 嗯 那如果 OK 好 那这样我们现在再看看今天 我这边看不到你的布 OK 好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 那再回多谢三位嘉宾 我们下期再见